人家说来货量只剩一半 加上清明节要到了需求量大 恐怕北部缺蛋又要上演排队买蛋乱象 但金农就预估要端午节才会回稳 不过有网友就po文抱怨 到美式卖场连跑十次都买不到鸡蛋 真的是如此吗 带你来直击 卖场蛋价都是空的 今年初蛋黄严重 各大卖场强不到蛋 没想到近一天又有网友发文 他到美式卖场连跑十次 买不到鸡蛋 明显近货量不足 抱怨业者将问题归咎于会员身上 底下留言反应不一 有人打脸请员po干脆自己养母鸡 也有人支持要他退会员 直击内壶美式卖场鸡蛋货量足 一盒三十颗要价三百五十九块 一颗蛋平均十二元 这价格实在不便宜 一人限量一盒 清明节鸡蛋需求量大 北部恐怕再次上演 强买乱象 民众先买先赢 台中蛋行人潮也不少 业者说到货量比过去少了一半 而且价格回不去 市场价格从一斤三十多一路往上飙 涨幅达到百分之二十九点一 创下三十五个月以来最大涨幅 农委会挂保证三月底供需平稳 蛋农却不乐观 恐怕得一路缺蛋缺到六月初端午节 政府乱七八糟了 每次都搞这种 什么蛋买不到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部分洋鸡场淘汰老母鸡 鸡之衔接不上 加上禽流感 却有蛋鸡场隐匿 农委会并未掌握 导致蛋量供应不足 民众就怕一旦难求的惨况 再次上演 节中部综合报导 第一大量辆 耳 感谢观看